阿... 露哈的全喵咪到 整整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九點的話呢 是我們獨自一人的貓咪丹燈針喔 那因為我們在假日的時候啊 欸?! 獨自一人的貓咪丹燈針 好像會開啟我們的新卡池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去看一下喔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的話最近一直有人跟我講說 哲平哲平 紅色蛋蛋可以進化啦 好 那我們就來進化一下 紅色蛋蛋剛好今天的話 獵人地圖沒問題好不好 好運還沒跑 獵人地圖跟我們這邊的賈普拉密林 都可以打喔 所以我們就來進化一下紅色蛋蛋 看一下這個 蛋蛋進化成超獸威力的角色 會不會非常非常的厲害啊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這個紅色蛋蛋聽說呼聲也是非常的高喔 因為它進化之後好像會變成這個 飛腳貓 我想說大家說的那個飛腳貓 我一直以為是超級稀有的 那個不明貓會踢很遠的那隻 就沒想到哇 是紅色蛋蛋進化 然後它這邊是需要我們紫色的蒼壽司7顆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不是啦 5顆啦 我看錯了 是我們下面有7顆 然後是需要5顆 然後5顆的紅色的壽司 第三階進化展現其真實面貓 更獲得了超獸特效 來 看一下哈 紅色蛋蛋 最近我們看那個蛋蛋直接被打爆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邊進化之後的話應該會 疊破大家的眼鏡好不好 廢腳貓 LAS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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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注重傳統遊地文化的職人貓咪喔 正在運送的非常小心 給非常小心搬運的物品 遠距離範圍攻擊可以給予紅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有超獸特效喔 所以這邊可以打紅色敵人又有超大的傷害 那個紅色火鴨鴨是不是要被打爛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吼 那目前來說我們其他隻的話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目前其他隻的話 還需要哪些壽司 旁邊好像還有一隻對不對 一隻那個黑色蛋蛋 黑色蛋蛋這邊要進化的話是必須 哇塞 他紫色的這個要15顆耶 夭壽 喔 OK 我們就來打紫色的吧 紫色趕快 趕快拿多一點 好恐怖喔 夭壽 紫色的這個壽司好不好 剛好有紅色火鴨鴨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就是 好好的給他尬吸尬吸 教訓一下吼 來 遠古的蛋 然後這邊我們再把那個魚人貓換下來 換那個飛腳貓 好不好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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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今天的威力會是如何 瘦石 呃 紫瘦石的秘鈴喔 希望可以拿到5顆 好不好 這樣我們就還差 還差多少 8顆吧 超級無敵多耶 要求 好 先來存點錢 然後今天主要來說就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灰腳貓的威力 690塊喔 已經滿便宜 而且走路速度很快耶 夭壽 走路速度很快喔 但是 好啊 好像 好像有點出大事囉 各位 好像要出大... 噢 不行 看這邊的話我們可能還是得帶一隻那個好不好 還是得帶一隻我們那個... 稀有的那個不死熊熊啊 用不死熊熊先來把那隻 壓壓給他進化掉應該會比較... 舒服一點點好不好 大家先不用緊張 因為我們打的這個瘦石關卡是相較於 就是我們那個... 一般的那個賈普拉秘鈴那些秘鈴之類的 那個就是稍微比較難一點點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 會碰到這種局面的話是在哲平的掌握之中的喔 應該 我不知道 我們就盡可能看一下齁 那目前來說的話看看一下 這邊660 先讓壓壓鑽地板 然後再用我們那個... 不死熊熊給他打一波喔 來 你先鑽地板喔 進化 喔 沒問題 這樣的話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他隻的話都是打那個... 超獸特效的嘛 這樣打這隻的話應該不會太麻煩這樣 OK 有有有有 但這關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啊 這是最麻煩的 因為其他的東西的話 沒像我們的那個其他關卡 就只有單單純純就是超獸而已 真的是頂麻煩 沒關係 聽說飛腳包非常厲害 我們就繼續出我們的... 虧腳貓喔 我覺得有啦 有感 你看我們那個就是... 超獸種的那個有沒有 古代長矛小敵人 對不對 那個感覺就有點那個... 被我們壓制住了這樣 是不是...那個啊 改過象森貓在丟什麼東西啊 他是不是在丟殺異貓啊 我現在發現了 他居然在丟殺異貓欸 你們有看到嗎 太可愛了吧 改過象森貓居然在丟殺異貓欸 欸不是不是 不是他丟殺異貓 是飛腳貓丟殺異貓 齁齁 而且你看飛腳貓這邊打那個 打紅色的那個 紅色鴨鴨 是很鴨製的欸 他剛剛直接把他打飛了欸 我覺得這個是很鴨製的 我覺得還行 但是其他隻的部份的話 可能就要交給其他的東西了 那飛腳貓這邊的話就只能先 壓制住那個紅色火鴨鴨吧 我覺得 你看有沒有 這個我覺得是有壓制住紅色火鴨鴨的喔 是真的有喔 但是我們這個不死鴨鴨就很麻煩了 不死鴨鴨要想辦法看一下 要怎麼讓我們這個不死熊熊殺進去喔 哇 你看光這個不死鴨鴨直接搗爛我們欸 喔 太多了吧 這個不死鴨也太多了吧 哇 OMG 我們先把他們進化掉 給我們更多的錢 好不好 我覺得把不死鴨鴨打掉之後 基本上這個關卡其他隻 哇 還有古代種的那個 也不能掉以猩猩啦 哇 夭壽 哇 這關 看我們帶的這樣有點棘手喔 是不是應該一開始就要先把一些大隻的超級鴨 但是我覺得飛腳貓這邊打這個紅色火鴨鴨應該是真的 蠻厲害的 我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套 有點尷尬好不好 但是我們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贏的 我先來看一下如果我們這邊擺 你看有沒有 剩下16%欸 所以代表那個真的是有料的好不好 來 我看一下喔 我不會讓大家對他失望的喔 這邊純粹就是我們先出貓貓的時間點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先出一些厲害的 來 我們先出一些厲害的喔 結果我們居然先出了這隻 我其實不是想要先出這隻的你們知道嗎 我相信你們是知道我想要先出哪一隻的喔 但是沒有辦法 真第一隻沒辦法 我們下一隻先出一下那個 出一下黑五夠 喔不是 黑鎧 用一下黑鎧來弄一下 哇 挺麻煩的 我覺得黑鎧出出來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黑鎧出出來應該 就一切都穩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也出太多那個 小隻的那個了好不好 小隻的那些 感覺不是挺好 來 這樣就穩了好不好 這樣應該就穩了 好 開始申請錢包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疊了 好不好 開始疊了 然後小小瓦爾應該就要去自殺了 小小瓦爾激勵自殺開始 果然好不好 一下就死 一下就死 我們現在看一下喔 好 先黑鎧來讓他們就是 斷送一些能力 然後飛腳貓 我覺得現在飛腳貓這些如果弄出來的話 是真的應該蠻ok的啦 因為剛剛你看我們這個 他其實真的是直接把那個 紅色火壓壓丟到剩下16%的血欸 我覺得確實是頂有料的 確實是頂有料的 但是我覺得這關最麻煩的就是那個 boost壓壓的 真的是揪 揪麻煩欸 好不好 boost壓壓真的很討厭 哇 又來 好 進化 完了 我覺得光那個boost壓壓 就可以讓我們這整套隊伍 就是直接 直接爛掉 爛到一個炸裂 哈哈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一開也就不能出那個了 好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這套會有這隻 好 我們換掉 然後我想一下這該怎麼辦 我覺得還是帶個那個惡人組比較穩一點點 因為我們現在平均的那個就是 費用也太高了 所以弄到最後的話我們就沒有費用這樣子 好不好 不是喔 硬要帶那幾隻喔 硬要帶那幾隻喔 因為我本來的隊伍就沒問題喔 哈哈 但是我覺得真的 非絞帽的話 打這個 紅色的這個火鴨鴨的話 是有料的好不好 這確實是有料的 我們不能就是 我們不能就是隨隨便便 就是說人家沒料 他確實是有料的 好不好 然後這隻啦 我覺得一開始也是這隻 這隻讓我們搞破頭了 好不好 這隻讓我們搞破頭 那我們這時候先存點錢 先存點麻煩麻煩 這長矛 長矛小敵人是真的也是頂麻煩的耶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 哇他真的也是頂麻煩的 沒在跟你543喔 那我們這邊帶上惡人組這樣 哇 連這個鴨子都打得不贏各位 我們先疊 先疊 看一下惡人組能不能順利疊起來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就還行 好不好 加油啊 希望你們可以啊 哈哈 oh my god 所在說其實就是真的也是偏貴啦 好不好 真的也是偏貴 雖然他已經不是7500了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改過象山貓 確實還是有點偏貴 就先這樣讓他們過去喔 然後先存點錢 反正他們是碰塔之後才出現的 我們就 在這之前先來存點錢包 來來來 存到1萬多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就是 可以把那個就是 那個誰啊 天安凱斯蒂晚點也出 來了來了來了 那我們先 先那個 先那個 用沖沖先進化一下那個不死牙牙 慢死哭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差點出事情 趕快把他壓線壓在這邊 然後趕快把紅色火壓給弄撕 對面會詛咒 我們也會詛咒 不用怕 大家講 你看這個 那個飛腳貓一直在丟殺意貓 確實是頂厲害的 完了完了 我覺得完了 你們你們看 一定要進化到 沒錯 好險 加油啊 雖然我們現在的那個飛腳貓應該都已經死一片了 喔 可以 Nice 那目前來說就交給我們蛋蛋們表演了 我們現在就偏不出其他隻角色了 我們交給那個飛腳貓跟那個殺意貓他們來表演 先把那個古代兒打死 你看 真的其實是頂快的喔 大家會發現其實頂快的 我覺得待會打那個賈普拉秘靈應該就更可以看到了 因為這關的這個難度確實是比較偏難的 因為畢竟他可以讓我們拿到超多這個瘦屎嘛 對不對 所以合情又合理這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看這個丟殺意貓是真的頂神的喔 大家有在推他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 專打那個紅色敵人再加上大傷害 還有超 喔不是 紅色敵人大傷害再加上超瘦的特效 是真的頂有料的好不好 哇 但其實說真的啦 還是用原本的草雞龍貓帶先來弄 應該會更快 哈哈哈 但畢竟人家這個是免費的角色喔 那跟我們那個罐頭抽出來的角色也是有不太一樣的喔 但是你在打後面的關卡的話 確實是可以用他來做一些事情喔 好 好 紫壽石打了我一整天好不好 五個 只有三個 哭了 好 沒事 我們來看一下喔 甲普拉命令 那這個應該就會稍微比較簡單了喔 六區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樣用同樣的隊伍我們來試試看 應該是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因為我們上次也是用那個 改過象山貓跟那個 泰山對不對 打這關卡確實是頂有料的 而且你看這邊的話 這關都是紅色敵人喔 我們來用這三隻打打看應該是ok的 紅色敵人大傷害對不對 開玩笑喔 我們開個加速都可以 你看看他們有沒有 有沒有 這才是 這才是蛋蛋不 欸欸欸欸 欸你看 我覺得飛腳帽打紅色敵人是真的有料的耶 對 紅色蛋蛋進化是真有料喔 我剛剛只是看到那個紅色山豬 我怕了你知道嗎 我直接把那個 哈哈姆特 派出來 搞不好我根本就不需要派他 你看 哇第二隻 我們這邊直接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邊疊起來之後 這三個蛋蛋的威力 這邊只有兩顆蛋蛋阿 有一顆不是蛋蛋 但是你看真的是有料的喔 是不是真的有料 我只有出這三隻喔 真的他們是專打這種超獸的 就是你只要不要是有其他額外的一些角色的角色對不對 他們基本上蛋蛋系列都是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超獸未來的好不好 這個超獸關卡靠他們絕對沒問題 喔沒問題太好了 好不好大家今天知道我們這邊的這個飛腳帽厲害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順利的進化我們這個紅色蛋蛋 那紅色蛋蛋進化之後變成飛腳帽 大家好像對他的呼聲都還蠻高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大概的一個實戰的感覺 我覺得打賈普拉命令那種的話是真的比較有感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好像另外一顆蛋蛋 欸又登場囉各位 那是不是我們的蛋蛋系列真的是可以準時開工了嗎 好不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喔 到時候五顆蛋蛋全部上場我們再來拍一集 真正你的壓力測試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蛋蛋系列到底會怎麽樣 呵呵 那我是取品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Director給我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